欢迎大家再次收看Cities台北城市论坛 我是姚文志 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希望是在各个领域 他关心这个城市 尤其是关心台北的发展的所有的好朋友 都来这里来谈这个城市 或者是台湾的发展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唐凤 现在是政务委员 我记得他担任政务委员的第一场演讲 就是参加我2016年所举办的 台北DOT亚洲矽谷的座谈会 今天他再一次来我们Cities 来跟我们谈开放政府或者是社会企业 当然以唐凤 过去大家对他的了解 他的讲话速度又快 然后他题材完全没有限制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他怎么样跟大家来对谈 我们掌声欢迎唐凤正伟 现场的各位朋友 如果现在有手机或者是有其他可以上网的设备 可以连到slido.com s-l-i-d-o dot com 那进去之后呢他会要你输入一个数字 就是今天的日期 0 1 1 2 5 那输入之后呢你会到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因为一般呢我们在这种预录的状况之下 其实大家举手发问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也许问也是问一些很礼貌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这是匿名的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反正大家都在看手机 谁也不知道是谁问的 所以说呢这个你任何有挑战性的问题 任何想法都很欢迎在这个上面提出 我们并没有预设主题 所以我待会呢会先就是报告一下 我最近在社会企业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也许一些数位国家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但是呢随时呢我大概每两三分钟 回这个slido看 那slido上面呢一旦出现了问题 我就完全放弃掉我本来的简报 然后大家问什么东西我就回答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就一直到时间结束为止 那这是我一般演讲的一个做法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然后有想要问我问题的朋友 已经可以开始想了 大家当然可能知道我是所谓的数位政委 那我在院里面也是帮助推动 所谓的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这个发展方案 这个发展方案是一个八年企业计划 然后呢它试图程序之前的Nissi计划 但是它跟之前Nissi计划有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呢我们把DIGI这四个字 分别对应到台湾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部门 也就是说在之前Nissi计划 大家比较在意的其实就是说 我们叫做宽屏级人权 任何人都应该能够用充足的速度连上网路 频谱的政策啊 这些最基盘的东西任何人都用得到的 然后呢我们政府自己因应着这个数位的改变 待会我也会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也在做社会创新的工作 但是呢跟以前的Nissi计划不一样的是 我们并不是一个大有为政府 由上而下来去指定说数位国家要怎么发展 相反的我们希望透过所谓的社会创新这样子的模式 Social Innovation这样子的模式 让私部门让民间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样发展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 现在在立法院的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当时就是我们在数位国家方案里面 觉得说它是一个有指标性意义的 因为从金融沙盒 俗称金融沙盒这个法案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无人载具的实验条例 还有一般性的沙盒 那这些沙盒的基本的想法都非常简单 就是社会上有些社会问题 它要用创新的方式解决 解决的时候呢它不一定合法 但是呢法律的修改或者调整呢 牵涉到相当多的利益关系人 不是一时两刻可以讨论的清楚 所以呢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说只要好比想说 它在一个地方政府 它就是要开一个 Fintech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群组 那它就在这个里或者这个地方 它就开始实行 它最多就影响这么可能一百人 在这中间它要做一种 银行不像银行证券不像证券 什么样也不像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呢 在社会急着给它否定之前 我们与其逼它进入所谓的黑市 不如是让它从灰色 做一个实验的一个过程 那这段实验的过程呢 本来是说六个月到一年嘛 现在立法院好像加码到三年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是说在这段实验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先大家去观察它 这个观察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一种新的技术 我们到底是去追随它 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 如果它可以的话 那太好了 法规就可以跟着修改 而且呢立法委员在修改法令 如果真的要动到法律的话 也比较不需要这个说服社会 因为社会已经有一年两年的时间 已经看到这样子一个新的技术 跟我们一起相处 那无人船 无人机 无人车 也都是一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呢 给它一小段 能够违法 违反这个现行法令的这个期限 在这个期限里面呢 如果它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等于帮社会付了学费嘛 这是一个坏主意 我们以后就不做这件事情了 那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法的话 不管是当时Uber Uber我们当然最后解决了 可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或者是接下来的各种无人车 无人船 无人机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 由民间带领社会创新的方法 来引领我们的法规进行调试 那当然呢 我们在台湾也有非常蓬勃的 就是NGO NPO 社会企业等等的这些力量 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 其实我常觉得说 政府面临这种跨国的东西 政府呢显得太小 可是真的要解决到 非常地方的问题的时候 政府又显得太大 什么叫太大呢 就是说每一笔KPI 这个编出去的经费额度 就已经很大 而且每一次检讨 可能半年过去了 其中其末 它检讨的这个速度呢 也不是很够 但这个时候呢 在地的社会企业 往往可以去达到 这个最后一里的这个路程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 公民社会的一些团体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也许就把这个问题 解决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可是同样的道理 他们在解决 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里面 也可能碰到法令 法规 或者是其他部分的 支援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DG Plus计划 里面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帮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是跳到第一线 去指导他们说 要解决哪些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管的是 坚固的基盘 自己的治理 但是呢社会创新这件事情 我们是跟私部门 以及公民社会的朋友们 一起来做 那具体呢 当然有一些故事可以分享 不过在分享之前 就好像已经答应过的 我们来看看slido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晚会啊 说要设立一个 金融的创新园区 是否有必要 金融的创新 可以线上的进行 何必用园区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呢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相信大家可能有听过 是在空总 空总就是一边是建国华士嘛 在另外一边 我们现在有一个社创实验中心 它把之前的社企聚落 它把之前的 就是所谓的青创基地 现在改名叫新创基地 都移到这个空总的角落 然后呢 但是呢 其实呢我们的腹地呢 是变大的 而且呢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mentorship的 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会安排 所谓的这种office hour 就是任何人在 不管是在台北 还是在其他地方 有关于社会创新 有任何想法 或者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都欢迎来这边找我 因为我在一开始 就是一年多前 加入内阁的时候 我在做劳固协商的时候 的三个条件之一 就是我引用了 人事行政总处的一个函 说任何公务员 他的工作 如果跟网路沟通有关 那么他就不受 上班时间的限制 如果他的长官认为 他在别的地点会比较好 那他也不受 上班地点的限制 那这个还相当重要 但是能够使用 这个的公务员 之前就没有很多 所以说 但因为我知道他存在 所以当时就拿来 当做劳固协商的一个条件 那所以呢 当时的院长 林圈院长觉得很好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每个周三 跟每个周五 其实都不在行政院里面 那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公 他真的有一个办公室 有一个co-working space 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用 这种office hour的方式 以及每两个礼拜的 礼拜二 实际在行政院 四个不同的地区办公室的方式 就是因为 如果不是有一个群聚 如果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的话 那么我们完全 透过线上的文字 其实很难描述 这个社会企业 或这个社会创新 它具体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在互相激荡的 这个过程之中 才能够去了解到 大家刚好可以彼此互补 解决彼此的问题 那又因为我的 就是入阁的三个条件的 另外一个 就是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所有拟稿阶段的东西 我都认为有公开的必要 凡是我主持的东西呢 我全部都把它po在 主子稿po在网路上 所以呢 从我入阁到现在累积了 可能上百万字的 上百万字的主子稿 那也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知道说 我们每一次巡回 每一次office hour 到底有哪些家 社会企业 或者是社会创新的团队 来找我 他们来的时候 碰到的具体的 法规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怎么是一起去 处理这个问题等等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慢慢就会累积成 一个类似知识库 这样子的东西 任何人甚至是 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就可以找到说 之前有某个社创团队 他在台湾的某个角落 解决某个问题 他是怎么样解决的 也就是说 这个园区 它不一定是 所有人都来这里的意思 但是它就像 这个摄影棚一样 是能够从这边 辐射出去 那这个呢 讲得可能很悬 但是其实 他讲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我每次去巡回 好比像说 去云家办公室 去中部办公室 去南部办公室 去花东办公室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那边 然后请当地的 摄创的团队呢 一个一个来 讲出他们的 碰到的问题 而同时在空总 我们就有八个部会 所有跟社会企业 有关系的部会 的所有相关承办人 一字排开 就在空总 两边是透过视讯 来彼此连线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事务官不用 这个整天奔破高铁嘛 他们可以待在台北 但是第二个 这有点像 直询背询的一个关系 以前呢 他问一个 当地的局处 往往那个局处说 我只能解决 你十分之一的问题 但是剩下十分之九 不归我的全责 他就要再去沟通 再去沟通 但当我们把 七八个部会 都集中在 同一个房间里面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球 是不可能漏戒的 任何社会企业 提出来的问题 在这个台北的 这个连线的房间里面 一定有某个局处 可以回答 当他回答之后 我们就只要按字管考 就每个字 这样子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 即使不能当场 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 的下一次巡回里面 就会给这位朋友 一个交代 那最晚两个月之后 我们又回到原点 又把这个答案 带回到这个朋友的面前 能够面对面的去沟通 所以说呢 我想线上是很多 创新发散的一个地方 但是要它收敛成 一个可能的解法 让可能有冲突的利益关系 彼此协调出解决方案 我们还是需要线下的 面对面的沟通 而一个固定的空间 是这个沟通 发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这是大概回答 这位朋友的问题 那有位朋友说 想要再多听一些 关于社会企业的政策内容 那我们来社会企业这边 我想关于什么是社会企业 其实到现在 已经慢慢凝聚到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图景了 在我们以前呢 常常会觉得公益的价值 就是社会的价值 跟企业的就是所谓的 盈利的这个价值 这两个常常是彼此拉扯的 我们在做很多政策的时候 都要觉得说 这两个常常难以兼顾 好像是一个零和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社会企业是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说 一个团队 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社会使命 它想要社会有怎么样子 被它所影响 被它所冲击 然后呢 它想出一种商业模式 它在运行这个商业模式的过程里面 它就解决了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 明确的社会使命 永续的商业模式 解决了社会问题 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社会企业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的公益的部分 跟它的私利的部分 它不是彼此打架的 你这边做得越好 那边就做得越好 它这两个中间 并没有任何互相冲突的这个部分 那但是呢 当我们讲到商业模式的时候 其实每个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都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社系政策设计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 一定你是哪种商业模式 才叫做社会企业 我们也不会说 一定你是公司 你是合作社 或者你是NPO 才是社会企业 这个都不matter 就是你的组织形态 并不是重点 你的商业模式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有没有明确的社会使命 你有没有商业的模式 来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在具体政策的 制定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看到 非常非常多种 各自都完全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那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有一家叫做 重社会企业的社企 那这个社企 它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使命 我可以开它的网页 给大家看 简单来讲 就是它会让老人家 身心障碍者 行动不便的人 怎么样能够拥有 便利的无障碍的环境资讯 让他到了每一个空间 他到以前就知道说 他要做什么准备 这个空间已经准备好 等待他了 以及他帮助设计 这些空间的人 去说 那我要怎么样设计 他才能够变成 比较友善 这些行动不便的朋友 所以说像这个 就是很明确的社会使命 它事实上是写在 公司章程里面的 那目前的这个公司章程 你就是在他的网站上面看到 其实这里 大家在投资人那边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忧虑 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 他网站上面写的是真的 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政策里面 我们第一件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公司法 公司法已经快要送到立法院了 那里面关于社企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其中一个就是在公司法第一条 他明定说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呢 如果这家公司他的社会企业 他认为他赚到了所有钱 他在股东 我投资一千万 我还你一千万之后 所有赚到的钱都不会再分配给股东 他就继续去做他的社会使命 像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social business 社会型企业 尤努斯博士所定义的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跟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其实看起来是相矛盾的 所以关于这种公司到底能不能设立 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写在章程里 其实呢就是有一些争执 那所以在这次公司法修法里面 我们就已经去说 OK 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你也可以说 你得说 其实呢 我有比盈利更重要的目的 我有跟盈利一样重要的目的 或者我有5%要捐出去 都可以 就是这个ratio是你自己来定 但是呢公司这样定的时候 他不会再违反公司法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的章程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自愿的去揭露他的话 这个其实不一定需要公司法 但是我们会请张业思去做这样子一个解释 说当你勾了我自愿揭露之后 他就是在一个GOVTW的网站上面去揭露 那这样子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他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只是网页上讲得很好听 还是这个公司的章程 他真的有明确地记载他的社会使命 可是我觉得众设器的重点 不是说他的章程写得多么漂亮 而是说他在执行这些的人 就是他的这个designer 他的设计师们 其实呢就是伸张者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会觉得说伸张者好像是弱势 好像是需要大家去照顾 好像是说 大家这个整个城市啊 应该让他们更友善等等 但是呢 他们还是被动的 但是像众设器这样子的服务 他是把它翻转过来 因为并没有人会比身上者 更切身地知道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 这种无障碍的空间 所以他们设计了很多APP 去让他们能够拿着这个APP 实际去一个空间去做绘制 去做制图 去做各种各样子的 第一手的这个经验 让他们变成城市的设计师 然后去教市政府 去教店家 去教旅馆 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空间 变成让大家都更好用 也就是它本身还有一个赔利的功能 所以这也就是说 它是把所谓的治理 跟社会的这个dynamic 让它变得比较对等 不是只是说 好像城市的团队要照顾这些弱势者 而是说这些弱势者 经过赔利之后 来告诉治理的团队说 我能够怎么样去改变 这个城市的空间 所以像这样子的社会企业 它就是不只是有social influence 它不是只是影响大家的想法 它有social impact 因为它可以改变大家对于某些特定的朋友们的想法 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slide 有位朋友问说 这个对于台北的城市发展 有什么期待 其实因为这个在预录这一段之前 我刚刚听到了 就是杨文志委员所讲的 就是关于有一片相当大的 这个重要公园可以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确实啦 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 它的利用的方式它是非常非常精细 而且非常非常top down 已经非常非常设计好了的 那我们从做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 往往就是少了很多 你可以在里面去做创新的一个过程 我们自己在设计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它也是台北市的一部分 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用了五场 有点像是愿景工作方这样子的方式 邀了上百家的设计 大家一起去想象说 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放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们很惊讶的是 其实放什么东西 对大家来讲 重点可能不是很大 而是这个空间保持多大的弹性 对大家才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后来大家就一起想出了 一定要有可以煮东西的厨房 一定要放一堆软骨头 但是其他别的什么都不用放的 它叫做发梦园的这个地方 然后要有各种不同的直播的设备 有绿幕 有各种各样的旁边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家现在进驻的社会企业 它是用所谓的3D printing的方式 但它不是印玉米淀粉 是印水泥 所以他最近才volunteer说 我们两栋建筑物中间的空桥 它可以用3D printing把它印出来 而且如果你把结构设计得好的话 你哪天看它不顺眼 可以像拔笋头一样把它拔掉 然后再印一道空桥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它的弹性越大 它社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且也越能够是让大家一起讨论出 我们要拿这个空间怎么办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当它的这个使用的状况 越局限或是越单一 那其实就很容易发生说 那我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一个设计师的话 我好像没有办法知道 要怎么样运动这样的空间 所以对我来讲 它越有弹性 而且越能够让大家参与设计 当然是越好的这样子一个空间 有位朋友问说 这个像大巨蛋这样的案子 是否适合用公民参与的方式处理 然后有什么建议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像大巨蛋这样子的案子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光是你要了解这个案子 需要付出的时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而且即使你把它放到计划的最前期 就是应该要怎么盖这件事情 其实也要专业的设计师 专业的建筑师 才能够看得懂各种不同的图纸 它上面的意思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用 类似像BIM这样的系统 做一些3D的建模 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讲 我在它外面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说 当它盖好之后 A案跟B案有什么差别 差三公尺差多少 它冬季跟夏季有什么不同等等 那当然我自己是VR AR技术的爱好者 那我们也确实在VR AR里面 有具体的去做这样子的讨论 也就是说就好像是把 Holodeck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从科幻小说里面拿到现实里面 大家戴上AR或VR的眼镜之后呢 就可以实际进入未来的A方案里面 进行讨论 那建筑师就说好 那我就再改一下再改一下 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放样 可是1比1的这么大量体的放样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VR以外的 状况下去实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发的 许许多个技术 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空间里面 让大家实际体会到 城市的建设的差别 以及结合BIM的模拟系统 包含一些风力啊水啊阳光啊 这个钢体流体力学等等这些系统 来实际就是做即时的模拟 那今年呢NVIDIA这家公司 它开发出了这套系统 就叫Holodeck 那它已经是可以模拟说 不同的超跑 你在里面去改变它的参数的时候 它实际开起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 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的技术 是非常快速的在承受当中 那我也相当期待 能够很快地把它投入 这种实际的参与的部分来使用 因为朋友问说 社会宅的兴建 就供需来看 是否产生更极端的社会边缘人 如果不愿意接受社会化 或者说是已经融入社会边缘 如果有足够的社会宅 是否可以加速楼顶的 违建的处理速度 又不违反人民的住宅权益 是 其实是好几个问题滚成一个 我想就是我自己对于社会住宅里面 就是有所谓的边缘人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线上的police的问卷调查 我们发现说 其实你越有不同的生活的经历 你就越不会觉得说 跟你生活经历的不同的人 就是边缘人 然后反而是说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在跟类似的社会阶层相处 越会觉得说 那所有其他人都是边缘人 所以我觉得社会住宅 它不一定是一刀切地说 OK 一定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比例 是所谓的弱势 其他是所谓的非弱势 而是说能够透过某种空间设计 让大家习以为常 觉得说跟这些不同的 很diverse的多元的朋友们相处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你跟其中一群人或两群人相处 够久之后就会发现说 其实就 就是每一个空间 它只要预先照顾到这些需求之后 那其实它就跟你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integration 就是怎么样去整合 怎么样去融合 来达到彼此尊重的文化的这个过程 如果它在这个规划的过程里面 反而让人觉得是边缘化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自我正式的预言 但是如果它一开始的规划 就是让这些朋友们一起来做的 那就像刚刚重设期的例子来讲 他们自己也会被陪利觉得说 我们的空间 我们可以自己参与决定 那因为只剩五分钟的关系 剩下的几个问题 我们就一个就只能花一分钟来回答了 网络的霸凌越来越严重 乡民都觉得想法才是对的 正义才是正义 如何让保障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让网军能够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网络霸凌 它都是惦记在说 你可以彼此互相回复 然后在回复之前 可能都是用前一两秒钟的反应 而不是深思熟虑 或者是深呼吸一下之后 用慢想那个系统 而不是快思这个系统来做反应 那当然呢 理论上就是说我们媒体试读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资讯素养 就是在教这些事情 但是呢确实也有可能 就是我今天状况不好 或者我刚一时气愤或怎么样 我就忘记了在荧幕对面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也是有可能 所以反过来讲 我自己通常的做法 就是所谓精神按摩的做法嘛 所以说我如果看到某些字眼 让我想要摔电脑 我就会觉得说 它按住了这个我的一个酸痛的一个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并不是去回复它 我就是去喝杯茶 我就去听点音乐 等我下一次再看到同一个字眼的时候 我想到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样子练习一年下来 我基本上网络上看到任何字 都是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玻璃心它是可以强化的 那等到强化玻璃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会愿意在中间 去抽丝剥茧 然后找出各自的第一手经验 那这个才是 为自己言论负责的一个重点 台北市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如果要发展亚洲联系细股 不是应该从台北开始吗 现在的市长 这个数位政委跟台北市的立委 该如何从台北的角度出发 或者是发展 里面有三个字被我消音了 这个确实也是很常见的 我们在做小编的时候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只回应它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 那如果没有建设性的部分就不回 那就假装没有看到 那像这样子也可以让各位朋友知道说 只有有建设性的部分 才会获得回应 那我想亚洲联系细股 其实在我们的重新定义之下 重点是中间那个点 就是资金的人才的法规上面的调试 其实它已经并没有任何实体的 所谓的圆区式的东西存在了 它当然还是有一个办公室在桃源 可是它并不是跟任何地方的 所谓地方圆区式发展 去绑井去挂钩 这个我们已经重新定义过 那就是加那个点的意思 所以我想就是说亚洲要连接西谷 当然台北或者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去连接西谷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把整个新创的环境 包含外国人才的这个 引进的这个条例 目前已经通过了 包含产创 包含各种各样子的修法 数位通讯传播法等等 把这个法制的基础做好 这样子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宽品 也都可以去连接西谷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是否会太过依赖科技 导致思考能力行为降低 而迈向灭亡 我完全不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科技 即使是所谓的人工智慧 能够做的就是人的那个快思系统 不假思索 一两秒钟就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比如看到一个人 讲出他的名字 看到一段中文 讲出一段英文 或是看到这个 开车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要闪 大概都是我们可以不假思索 一两秒钟的判断 目前人工智慧也就是到这里 所以他能够取代人的 就是所谓的融识 或者是如果要用马克思的话 特别容易异化的 那一部分的这个工作 把人变得不像人的 那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依赖 这些自动化的科技 去把这些融识 这些把人变得不像人 变得像工具人 这样子的工作 用真正的自动化工具去做之后 人能够剩下来的 就是人跟人之间必死的沟通 自发 好奇心 社会创性 达到共好等等的这些的部分 那我想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人本的这个部分 就会越来越被凸显 而好像说一定有一部分人 一定要去做只有机器 才能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减低 好 以上是回答大家的问题 台北市 你也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工作 台北市 那当然台北市有很多的挑战 数位城市的挑战 或者是新创产业 或者是现在今天谈的社会企业 那你觉得 你对这个城市未来的想象 你最期待的 大概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们的 像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会放在台北市 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台北市的社会问题 比其他现实都多 当然 对不对 但是它的重点是说 这边是有最多样的人才 然后最多样的 汇聚的各种不同的industry 都是在这边是有出现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社会创新 它出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的时候 发现问题的这个部分 可能要靠在地的朋友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不可能在台北就想象到其他的部分 可是解决问题的部分 往往是有台北可以贡献的部分 不管是资通讯的部分 不管是刚刚您提到各种创新的部分 其实都是台北可以去分享的 也许台北在这方面的发展 也许在国际的连接上面 已经做到了某一个程度 所以说呢 但是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也是双向的 它并不是说好像台北什么东西 都做得好棒棒 然后可以解决其他现实的问题 反过来讲 也是说台北这边的科技 或台北这边的资讯 往往会变成好像是 觉得很潮 什么东西在流行 我们就非做什么不可 然后呢 往往不是说人去问技术 要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 往往是反过来 技术先出现 然后人就觉得担心跟不上技术 然后去追逐技术 好像人的自己的问题 反而就去技术引发的问题 就会首先在台北发生 这个我们在矽谷 跟美国其他地方的关系里面 也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矽谷不只是解决 美国其他地方问题 它也造成美国其他地方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互相平衡的 各个不同的台湾其他地方 也可以让台北这边 就是好像过度追逐技术 或过度追逐最新的潮流 这个东西 稍微踩一下刹车 让大家看到说 哪些东西它是真正能够永续的 哪些是真的解决人的问题的 哪些只是其实这一年 在流行的词汇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我现在透过巡回的 就是所谓的社企下乡 但是又有各部会的朋友们在台北 这样子两地不断不断对话的过程 所学到的东西 其实在台北每次解决了一个 好比像台北自己的社会问题 或者花东地区的某个问题 其实同样的这个解决方式 可能在整个东南亚 它就是已经可以输出了 那所以说 因为很多社会条件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我们是有相当好的 好比像说英文的这个支援 记录 以及常常这个城市跟城市之间 双边关系等等 我们这边做出了一个社会创新道 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企业 跑去那边落脚 中间可能只有24小时的这个时间差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了 才是真正的外交 那这个部分的外交 我也是非常期待 就是NGO以及社会企业的朋友 能够跟就是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OK 好不好意思 我有点特权 可以就近来跟唐正伟来讨教 非常高兴 其实台北的发展当然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从开放政府 从更多的资料 从更多的民意的参与 汇聚成更好的政策 甚至可以临时差的 可以跟配合南向 或者配合其他的外交的运作 我们希望未来的政府 透过这样的观念的洗涤 我们能够更开放 然后更有创意 更能够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同时我们运作的形式 也能够更弹性 解决我们现在社会所遇到的 种种的问题 而回避掉刚刚唐凤所说的 我们可能会逐渐在体系里面 在企业里面 在生产的形式里面去异化 我们好好做一个快乐的台北人 谢谢大家